Yoshi 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在各個國家的職棒場上,重情重義的球員有非常多 能夠整個職棒生涯都待在同一支球隊的球員 都會在當地球迷的心中有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今天要介紹的球員就是對整個廣島市具有非凡意義的男人 就算中途去挑戰大聯盟,仍舊受到整個廣島球迷的喜愛 黑田大叔20年的棒球生涯到底能有多傳奇,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吧 黑田博树,日文名Kuroda Hiroki 1975年於大阪市出生,185公分93公斤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球員,手背位置是投手 每日通算生涯累積533場出賽,203勝184敗 3340局的投球投出了2447K,這也太多了吧 3.5的防禦率WHIP是1.17 在日子拿過一次的聖頭王,一次的防禦率王 一次最佳9人,一次的金手套獎 黑田的爸爸黑田一博,是一名活躍於1950年代的職棒選手 退役之後經營了一間體育用品店,並兼任地區上的中學生球隊教練 於是黑田從小就在爸爸的耳濡目染之下 在小學一年級時就開始接觸軟式棒球 並且在小五就加入了爸爸所帶領的青少棒球隊 進到高中以前,因為很欣賞巨人隊的球星遠木大界 於是選擇了和遠木一樣的上攻高校就讀 黑田原以為進到高中後還是會像小時候一樣可以開心地享受棒球比賽 但在那個時代都還是有著苦練決勝負的思維 原本快樂的棒球練習成為了練獄般的存在 時任總教練三上列採用的各種練球方式基本上可以稱得上是折磨了 例如每天都要從凌晨5點練球到晚上11點,還帶有非常大量的跑步 甚至在訓練時不允許選手喝水 說是要經歷過極端的痛苦才能激發出自己的潛能 除此之外,由於當時的上攻高校是甲子園的強權 隊上有著中春風、守田安燕、西浦克多還有郭夏靖蟲等人 黑田在投球上的表現在高三以前一直都沒有太多的出場機會 一旦有出場表現不好的話還會遭到嚴厲的體罰對待 黑田就曾被要求連續四天從早上6點開始跑步 一路要跑到晚上教練就醒才能停止 這樣慘烈的高中生涯讓黑田一度想要放棄棒球 所進到了黑田高二的時候 三上列和另外兩位體育老師 因為對游泳體寶生的不當體罰醜聞爆發而被迫持續棒球教練的職務 隨後新接任的田中秀昌教練成為了黑田學生時期的恩師 田中教練在每次練習時都有看見黑田默默的硬是比其他人多做了一倍的練習 這樣認真的練球態度讓田中教練覺得這個小子真的有前途 於是給了他較多的出場機會 而黑田也沒有辜負教練的期望 在那年晉級大會的中繼表現得相當亮眼 開始受到重用的黑田也期待著接下來的甲子園 能夠投出足以吸引磁棒球探的好表現 結果就在這個時候因為前教練的不當行為 學校的不當處理讓他們失去了甲子園的輸賽權 雖然黑田的甲子園夢碎了 但這段期間他的好表現也讓當時廣島隊的球探部長注意到了他的潛力 雖然沒有馬上被選進職棒 但雙方接觸後也給予了黑田很大的肯定 高中畢業後黑田進到了東京的專修大學就讀 脫離了地獄班的高中棒球生涯 重新找回對棒球熱誠的黑田實力有著飛躍性的成長 到了大三時已經成為隊上的王牌 這時候也開始吸引了各職棒球團的注意 隨後在1996年的職棒選秀會上 感謝廣島球團在他還莫謀無名時這些年對他的肯定 用當時來存在的逆指名制度在第二輪加盟廣島鯉魚隊 當時的簽約金是1億日元,免薪1300萬日元 同年選秀會有井口之人、松中興宴、大總經哲和小力圓道大等人 加入職棒後的黑田在1997年球季 4月25日初次登板就投出了一場玩頭勝 雖然有著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其實黑田職棒的前三年過得並不順遂 只拿下了12勝21敗、5.55的防禦率 不過他還是在1999年入選了由業餘、職業各班組成的 洲際杯國家代表隊 在預賽時對上韓國拿下勝利後 對台灣的比賽更是拿下了一場玩豐盛 有了國際賽的洗禮回到職棒後的黑田 在隔年球季開始表現的是越來越好 2000年球季就拿下9勝 後面更是連續三年拿下超過10勝的佳績 不但在2001年首度入選明星賽 更在2003年取代前王牌佐佐剛真斯成為開幕戰先發 連年的好表現也讓黑田在04年球季中 入選了當時已經改為全職業陣容的雅典奧運代表隊名單 當時在陣中擔任主力的中繼投手 在對上荷蘭和台灣的比賽都拿下勝投 並且在賽會投出了生涯最快的157公里的訴求 更首度引來了大聯盟球隊的關注 接下來兩年球季 黑田的投球表現一躍成為了頂尖級的投手 先是在05年以15勝拿下勝投王 接著在06年13勝6敗防禦率1.85拿下防禦率王 在這年的季中黑田取得了自由球員的資格 屬於小資本球隊的廣島球團 能否留住王牌投手成為了熱門話題 這時重情重義的黑田說了 穿上別隊制服的話他將不知道如何面對廣島 也不想這麼做 但黑田又有著想要挑戰大聯盟的夢想 於是與廣島簽下一張4年12億附帶逃脫條款的合約 不過同時他也說出了國內生涯廣島的宣言 這讓本來就已經是廣島王牌的黑田 人氣暴漲到英雄等級般的存在 2007年球季 黑田連續5年擔任開幕戰的先發 在7月達成了生涯百勝的里程碑後 不斷傳出黑田要挑戰大聯盟的可能性 球季的最後一場比賽 黑田在滿場球迷的祝福下投球 看到這場面雖然心中滿是不捨 但想要挑戰最高電堂的決心 讓黑田最終還是做出了海外FA的決定 不過黑田也再次向這些球迷保證 他的棒球生涯一定會在廣島結束 黑田在放出FA的消息後隨即引來了各家球團的增強 其中競爭最激烈的是隨手隊和道琪隊 兩隊分別有著林木伊朗和齋藤龍兩位日籍球員 最後在好友齋藤龍的勸說下 拒絕了隨手開出的4年合約 選擇和道琪簽下一張3年3530萬美元的合約 為的是對廣島球迷所做出的承諾 想要在3年後回到日本繼續為廣島效力 2008年球季 黑田大聯盟的初登板就投出7局只11分的好表現拿下勝投 中間的還是中途中 雷射抄禿斷支持 我們跟進去予訪 對廣島的面臨 剛才當中的 elle 他就進了 接著 讓他又停了,3%打 3%打 但後面幾場出賽表現並不是非常穩定 甚至還一度受到肌鑑岩的喪失進到上賓名單 不過就在回歸後的7月2號對上太空人的比賽中 投出了一場一安打的完豐盛 特別的是一直到八局以前都是場完全比賽 很可惜的在第八局被 fool Mark Teixeira打出全場的唯一一支安打 這場好投也讓道奇隊的球迷深深記住黑田的名字 在今末越投越勇的黑田也在季後賽延續了好手感 在分區系列賽第三場6.1局無私分的好投帶領稻奇打進分區冠軍賽 在分區冠軍賽上稻奇和費城人在第二戰就開始打出了火氣 兩隊為了報復速神球鬧得沸沸揚揚 隔場比賽輪到黑田先發的時候他為了幫隊友討回公道 在面對Shane Victorino的時候毫不客氣的將球往頭上招呼過去 這個舉動讓Victorino非常的不滿,不斷的對黑田碎念 打住滾地球出局後兩人還不斷的交換意見 最後造成了板凳清空的最後一根稻草 所幸沒有造成任何其他的衝突 黑田也順利的拿下在國聯冠軍賽的首勝 不過最後倒極隊就只拿了這一勝而輸掉了國聯冠軍賽 隔年2009年,黑田成為了既野貌英雄還有松阪大福後 第三位擔任開幕戰先發投手的日本選手 並且拿下勝投 淡季中還是不斷受到傷病的困擾 好不容易回歸而且表現漸入佳境後 在8月一場堆上響尾蛇的比賽中被強襲球直擊頭部 為了安全起見,球團讓他休息日寂寞才歸隊 進了季後賽的首輪又再度殷傷錯過第一輪 國聯冠軍賽上可能是因為傷勢的影響 只投了1.1局就狂失6分下場 道棋隊也連續兩年無緣進到世界大賽 2010年球季在結束了前一年的不順歲後 保持著身體健康的黑田終於在大聯盟生涯的第三年成為10勝等級的投手 整計11勝13敗,防禦率3.39 159K並且吃下196局的投球 球季結束後走完了三年合約的黑田 因為很想要在大聯盟拼到一座冠軍再回國 於是和道棋隊再欠了一張一年1200萬美元的合約 隔年依舊表現穩定,繳出了13勝16敗的成績 防禦率是大聯盟生涯最佳的3.07 無奈到棋隊這幾年雖然有著柯銷和黑田的加持,卻連季後賽都進不了 難道想要個冠軍真的這麼難嗎? 我猜黑田的心裡應該是真的這麼想吧? 2011年球季結束後,黑田決定暫緩對廣島市民的承諾 將星和邪惡帝國楊姬簽了一年1000萬美元的合約 為的就是想要拿到一個冠軍戒指 在2012年球季,楊姬的先發是眾星如雲 其中包括Freddy Garcia、Phil Hughes、CC Sabathia、Ivanova 還有寂寞歸隊的Andy Pettit 相信當時所有人都不會把焦點放在黑田身上 甚至認為他只要作為一個不失職的5號先發就好 結果黑田的表現完全跌破眾人的眼鏡 不僅和Phil Hughes以16勝並列勝投亡 防禦率更是先發投手中最低 並且吃下了全隊最多的219.2局投球 到了季後賽依舊有著穩定的表現 分別投出8.1局12分和7.2局13分的好投 但楊姬最後還是在每年冠軍賽輸給了老虎隊 雖然關注度始終不及殺胖和Andy Pettit 但黑田也久違的在楊姬看到了冠軍戒指的一絲希望 於是他決定再以一年1500萬美元的合約和楊姬續約 2013年球季,黑田依舊投出超過200局的投球 繳出11勝13敗,防禦率3.31的成績 但這年的楊姬卻在每年東區倒數第二 連季後賽的邊都沒有摸到 球季結束後,黑田決定還是再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 以即將邁入39歲的年紀和楊姬續簽一年合約 年薪是1600萬美元 2014年球季,邪惡帝國迎來了神之子的加盟 黑田和田中將他兩位日籍投手 一起扛下了滿是商兵的先發陣容 分別有著11勝和13勝的表現 還負擔全隊最多的199和136局投球 田中在7月進入商兵名單後 黑田更是整隊唯一投滿整季的先發投手 但最終楊姬還是沒能進到季後賽 在即將邁入40歲的2015年球季 黑田為了不辜負對廣島市民的承諾 他放棄了教室隊開出的將近21億日圓的合約 實踐了他的諾言 以年薪4億日圓回到廣島穿上那件為他保留許久的15號球衣 自野貌英雄後到美國奮鬥的日本選手越來越多 把生涯巔峰都奉獻在大聯盟的選手們 回到日本後的成績通常都不太好看 甚至淪為替補球員 但2015年球季 黑田回國後的第一場比賽就用7局50分的好投 證明了他真的是為了廣島球迷而回國的 整年攪出了11勝8敗防禦率2.55的成績 甚至在年底還入選了第一屆12強的代表隊45人名單 最後他認為自己已經用盡了權力為廣島拼了一整年 便以狀況不好為由而辭退了 縱橫球場多年的黑田身體早已累積了許多的傷勢 原本預計回國投完最後一年就要退休的黑田 在與球團討論過後在12月宣布再拼一年 廣島球團也展現了最大的誠意 讓黑田加薪至6億日圓成為最高薪的球員 在2016年球季開打前 因為王牌前年劍太挑戰大聯盟和大賴梁大帝受傷的關係 廣島隊在開季前普遍不被看好 但逐漸進化成完全體的林牧城野、玩家號和野村幼府等人 還有同樣回到廣島而且表現回村的新井貴號 在黑田的帶領下戰績一路獨走 最終拿下了央齡的冠軍 黑田不僅達成了每日通算的200勝 更完成了每日生涯連續7年雙位數勝投的紀錄 每年的成績幾乎都像是複製貼上一般 最重要的是這個央齡冠軍 對黑田來說真的是意義非凡 每年都用盡全力想要幫助B段班的廣島拿下優勝 在這年他終於做到了 廣島也順利的在季後賽以4比1解決了橫濱前進日本大賽 在日本大賽開打之前 黑田宣布了他將在今年球季結束後引退 他表示在兩三年前就有想過要引退了 這次在拿下聯盟冠軍之後才認真的考慮 之後在和球團討論而做出了這個決定 並且表示後面的日本大賽會在哪一場登板他也不知道 但他還是會一如往常的全力以赴 最終他投出了5.2局11分的表現 雖然最後還是沒能拿下勝投 廣島也沒能擊敗大谷翔平家持的火腿隊拿下日本一 但我想在所有廣島市民的心中 黑田對這支球隊所做的一切早已超越任何的頭銜和成就了 黑田在全勝時期有的均速148公里的速球 極速更來到了157公里 搭配上非常好的滑球和紫插球 還有那生涯BB9只有2.2 那將近完美的控球能力 讓他不論是在日職還是大聯盟都一直能有穩定的成績 在楊基石的隊友林木一朗 更對黑田有著絕對不會搞砸比賽的高評價 他在屬於B隊媽的廣島隊這麼多年不離不棄 最後終於拿下了聯盟冠軍畫下完美句點 球團也為了感謝黑田對廣島的付出 先是退休了這件15號球衣 這是繼伊利翔雄和三本號二之後 第三個在廣島永久遷翻的背號 不僅如此 球團還在廣島市中心的本通商店街 為黑田打造了一塊紀念碑 上面有著06年高潮系列賽的實戰簽名投手板 還有黑田大叔的手印 如果有機會到廣島旅遊的話 記得要去朝聖一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掰掰